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好,是小小卡,歡迎來到我的新頻道 那麼今天我們要為大家介紹夏娃公會任務中復刻的公會任務系列卡片喔 畫面中有看到的包含豆花、冰淇淋、凍黃肉以及點心糧 更甚至這次指定分數還可以兌換這個絕版的超人卡片喔 那這個好像是自家的,所以這次推出可能也是宣示的,這張卡片是會一直重複推出的 不過這張卡片其實是一張雷卡喔,我們直接來看技能 它是CD8,可以轉出14個固定暗神竹位置的卡片 不過它的技能你會發現,怎麼會這麼眼熟 沒錯,它其實跟超人截的是一模一樣的主動技能 CD數也一樣,但差別在哪,超人截的它有昇華的效果 所以可以讓進場的時候它自身的CD-5 所以導致它CD3就可以直接發動了 那之前我們用超人截的在前期,比如說15顆暗珠盾 這種就可以直接用這個截的去解 或更甚至,它也可以間接的觸發貝利亞的變身條件 可以累積暗珠這樣子 總而言之呢,這張卡片還是有出場的機會 源自於它有-CD的這個體質 可是,這個艾爾它居然沒有給這個昇華耶 我就不懂一樣卡片為什麼不懂,不給一樣的東西 然後這個其實又有另外一段故事啦 因為在一開始推出這個系列卡片的時候 是因為超人那個改版嘛,所以推出這張卡片 他想說,欸!非合作地區的是不是也要有一張工會任務的卡片 所以就推出了艾爾這張卡片 從那個時候開始,其實就沒有這個昇華 所以其實這兩張卡片在那時候就有區別了 不過那時候大家都因為是在合作的期間 大家大部分都沒有合作地區也可以掛VPN 跨到合作區去刷超人結德 所以是沒有差的 但是現在重新復刻來講 可能你那時候沒有參與到超人的那個改版 現在回來刷一樣的系列卡片卻 有不一樣的待遇,你知道這感覺就很糟 所以這張卡片我還是建議官方是不是可以加個昇華 那讓他也是跟超人結德有一樣的用途 不然就單純這個沒有昇華 CD8能夠轉14顆以上暗珠的角色太多了啦 像是暗北歐這CD都比他短對不對 隨便舉例就一堆了 所以這張卡片我會覺得在目前來講 他沒有給昇華就是一張廢卡 好那再來的話還有其他卡片 點心娘子也是廢卡 只有回生命也還沒回滿,超爛的 然後再來是鳳凰座,單純的只有兼具已經不太有用了 因為現在隊伍大部分都自帶兼具珠了喔 然後再來的話 豆花跟冰淇淋是這一次公會任務卡 我覺得真的一定要入手的卡片 他的特性來自於他可以入場減CD在這裡 他進場的時候冰淇淋跟豆花可以CD減6 換句話說你練滿的話 他一進場就可以開啟他主動技能了 他主動技能有什麼優勢呢? 第一個他可以將木珠變成強化珠 第二個豆花這邊又可以追打水火木的攻擊一次 個人追打 所以在解那種木珠強化盾牌 類似這一種 一進場就可以直接解了 這是他的優勢 那怎樣的關卡會有這樣的需求呢? 我們很簡單看這個艾斯卡諾的L2 一進場就要木強化平努盾 這個冰淇淋跟豆花就可以直接用得上了 所以這個讓人家很頭痛的一個盾牌 你會發現到會蠻常出的 這裡就讓冰淇淋跟豆花 雖然看似主動技能好像沒有說這麼必要 但事實上實戰起來 因為這個隊伍技能的特性 一進場就可以開 導致他們真的有出場的機會 所以我會覺得大家一定真的一定要入手 豆花跟冰淇淋 有些真的最G8的那種做球關卡是用得上的 所以這一次公會任務大概只有這兩張 會建議大家真的一定要刷好刷滿 其他的就真的沒有入手沒有練滿都沒有關係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更新的影片 別忘了可以按下按鈴鐺按鈕 以及按下小鈴鐺 下周星期的影片就會追蹤你 我是SUNYK 我們下部影片見 謝謝大家掰掰 掰掰